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個內容感知 內容感知好像是CS6就推出來的吧 還是CS5.5的時候就推了 來 這個是真實案例啦 這關早上被他撈滑 他告訴我我要負責弄回來 哈哈哈 撕破了 我怎麼弄回來 內容感知 那什麼叫內容感知 他就是自動幫你修補 自動幫你修補 剛剛呢各位有下載我們的範例檔案了對不對 你家 你有解壓縮的你找一下有沒有個內容感知 點開 像這個修補照片 舊照片也可以這樣用 紙的原稿這裡有兩個 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把它直接打開也可以 有沒有這裡有一張 還有另外一個 這樣 有沒有兩張這中間是有這個折衡 對不對 那 你要修補嘛 因為有些時候我需要修補 哪裡有內容感知工具 這個左手邊這裡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他現在是一排的 你可以按變成兩排 像這樣有沒有 這個地方 按一下就可以變兩排 那如果這個裡面的就有其他工具 好 我現在呢 你就把你 覺得不OK的地方 我就把它稍微選起來 比如說這一塊 你可以用這樣選 你可以用套索選 都沒有關係 好 選好之後怎麼樣去修補 就來這邊 你就把它填滿 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預設就用內容感知 好 那 這個地方呢 他用的內容感知是因為你現在是在所謂的背景 各位背景跟塗層 了解差別在哪裡嗎 我們在佛校的塗層有兩種 一種叫背景 一種就是一般的塗層 老師有解釋過嗎 看起來好像 你的沒有出現內容感知 他就寫前景色 好 那你就按一下 有沒有 下面就有內容感知 他就是那個 不是我剛剛有選 但是他是灰的 喔灰的 那我就按下去囉 確定 有沒有好像就修補好一段了 對不對 當然因為我現在是用這個啦 那如果你用這樣框的 你就框他 比較準確一點 不要完全框在他外圍要多一點點 因為他根據旁邊的來判斷 所以我們在修補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子 選好了填滿 內容感知 有沒有不好意思 他就修 慢慢把修補起來了 對不對 你不要 有時候你不要想說 那我就全部一起選就好了 這樣不見得會最好 好就是 你可以先試看看 如果可以全部都OK的 當然你可以試看看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 你就 你就 認了 你就稍微 怎麼樣 慢慢來 對慢慢來 這樣子 填滿 其實這個部分啊 他 Adobe現在也有在做AI的部分 在幫忙做這一段 你看我中間這裡有沒有就修掉了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所以你知道我怎麼幫我女兒補回來了 補好之後再印出來 就騙他說我已經修好了 不然用碾的他會顯 他說有膠帶 這樣了解 這個在我們修補影像很好用 那像我們剛裡面還有一張什麼 還有一張那個舊照片有沒有 其實有時候你舊照片也可以類似這樣玩 像這個有沒有 都有這個 不過說真的有時候舊照片就是會有這種感覺 你全部修掉之後就 歷史的軌跡 對 但是呢 因為你現在要做的 比如說 我就覺得這些 等一下 這裡 對不對 有修補一點點 你不用範圍多大 但是要比原來的大一點 他就會跟著你旁邊的去修補 有沒有這樣這個地方 就可以少一點 對不對 你的刮痕 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來 做一個修補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塗層其實也可以用喔 我是只能用在背景 我剛稍微問一下 好像大家對於 這個背景跟塗層 好像不是很了解 平常我們按下去之後是不是 往上就變成塗層 背景永遠都在最後一層 最底下 所以背景 第一個 你如果把這裡刪掉 假設我把這裡刪掉 它一般都會問你 你要填前景顏色還是背景顏色 所以可以很清楚告訴我們 它是不能穿透過去的 也就是背景不能做透明 因為它已經是最下面那一張了 你在做畫那一張 可是呢如果你是塗層 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說你在 網路上找圖 如果看到這種 馬賽克格子的 就代表透明 因為 在這個地方 它就是透明的 你今天有東西在上面 它才會出現沒有東西的地方 就變這個 就看穿到下面去 這是第一個不同 第二個不同 背景 沒辦法用一個東西 這裡有一個FS 叫做圖層樣式 這個地方 你看我按上面這裡 有沒有FS可以按 可是我按背景 是不是不能按 因為圖層樣式 顧名示意 圖層的樣式 它不叫背景的樣式 你就不能用它 好 當然後面還會有很多其他的不同 可是至少這兩個你要知道 背景你就不能拉動 有沒有 你拉動 不了 它就鎖定一定在最下面 還有就是不能透明 也不能加圖層樣式 這幾個 先有基本概念 這樣 第一個 會不會的 內容感知 很好用的一個修圖的 好修圖的一個工具 這幾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